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童丽娅准备了一个粉色的小熊蛋糕 十分可爱 童丽娅看到粉丝们为她准备的小熊蛋糕 笑得十分甜美 照片中看到童丽娅还请粉丝们吃小龙虾 满满的一桌 看上去真是很丰盛啊 看来这次粉丝们是太幸福了 童丽娅也是一样 她手拿着气球 穿着白色连衣裙 坐在粉丝们送给她的礼物旁边 笑容满面 看上去真是好幸福 虽然童丽娅还没到生日的时候 但是这次粉丝们需要迫不及待给她庆祝 这看来童丽娅平时对粉丝们是非常的照顾 粉丝们很喜欢童丽娅 如此童丽娅的生日都是抢着提前为她庆祝 真是幸福啊 童丽娅工作室也在凌晨 就整理好和当天现场的所有的照片 并感谢前来和童丽娅一起过生日的粉丝们 十分感谢前来庆祝的粉丝 还带来了公益证书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童丽娅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童丽娅的生日是最有意义的 也是童丽娅最深刻的一次 有粉丝们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 不过粉丝们都为童丽娅庆祝生日 那童丽娅老公陈思成 他如何做表示呢 我们大家也好期待陈思成的表示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